伍伍新增社區巡守隊 為維護里內安全 以找黃潮汁 特別找上前議員張靜庭協助 張靜庭也特別請託公公 同時也是觀山建設總裁林逸一 協助捐贈社區兩台電動機車 因為我們巡守隊 都是晚上時段到十號點 因為如果說沒有用電動機車 一般的車子會擾雲 所以我們當初的設計 希望不擾到我們鄉親旅民的原則之下 所以才請他們來贊助我們這兩台電動機車 覺得里長也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們公司就來捐贈這兩部機車 這也是我們取之於社會 用之於社會 所以這次我們公司一點小小的心力 全新的電動機車不僅環保減碳 而且相當靜音 穿梭社區大小巷也不會造成噪音 觀山建設不僅贊助電動機車 同時還協助維修社區二十多年的資源回收車 讓社區的資源回收工作能夠繼續順利運行 資源回收 因為我們有繼續在做 所以議員他就很貼心了 因為這台已經二十幾年的老車子了 為了要讓我們繼續在使用 因為新的里長沒有資源 所以就請議員幫忙 這次維修費用將近十萬塊 以前聖國龍里長移留下來的 因為當時破爛不堪 里長也要我說我們來贊助一點經費 來把它整修 就煥然一新 主導環保的新增裡 有了煥然一新的資源回收車 及電動機車 相信未來不管是里內環保 或是社區治安 社區志工工作起來 將會更加安全更有效率 以上新聞記者林鎮傑 五股採訪報導